挑衅俄罗斯 欧洲每一个向东部扩张的举动都将俄罗斯作为其目标 所有西方列强都将军队向俄罗斯方向调集 19世纪初 拿破仑为了攫取俄国的煤矿、铁矿、油气、黄金等丰富资源 一举入侵了欧洲许多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希特勒布袭后尘 指挥他的大军向俄国开进 现在北约正在尾随拿破仑和希特勒之后 也朝着俄罗斯挺进开靶了 北约想利用苏联解体之后产生的真空 西方宣布在冷战中打败了苏联领导下的东方阵营 认为苏联的失败和解体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成就 西方把比邻俄国的大多数 前社会主义国家纳维成员之后 一直在千方百计 把从中亚到黑海和波罗底海的 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囊括进去 以图对俄罗斯形成完全包围之势 俄罗斯将此举视为危险的挑衅行径 因为其目的是为了从四面八方包围俄罗斯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南斯拉夫的内报和分解 为北约紧扣俄罗斯的铁环提供了所缺乏的关键一环 不过无论古远历史还是近代历史 都有大量名证显示 俄罗斯并不是一个会被轻易围困 粉碎或打败的国家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 弹头多达一万六千枚左右 这些弹头可以从俄罗斯独自拥有的发射井 潜艇和战略轰炸机发射 收集弹道导弹 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的三位一体组合 弥补了俄罗斯在训练 动员和后勤方面军事能力的可能不足 我们从极为关心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 呼吁避免任何可能会导致世界遭受毁坏 甚至毁灭的新冒险行为 这跟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可不一样 对俄罗斯的挑衅和对它进行包围的种种企图 带来了引发一场新的 毫无必要的全面核大战的威胁 鉴于美国 往往根据编造的假情报 天真的分析和短视 及为自我利益服务的舆论来确定其立场 因此这种威胁就更为真实存在了 当西方充满热情支持科索沃独立的时候 它可能会期待影响的余波 能船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地 导致他们也要求独立吗 西方当时是否知道 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分析 其基础是由逃离自己国家的间谍 为讨好美国中央情报局 而编造的未经证实的情报 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的今天 北约依然存在并不断扩张 这只能出于一种动机 即占领俄国 继而占领世界其他地区 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 美国有捍卫自己的权利 它在地理上东离大西洋 西离太平洋 北离北冰洋都十分遥远 而它的南方众邻国又很弱 不会对它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 这一切使它成为那些逃离旧世界 和大陆冲突和野心的移民和难民的庇护所 它有着盖世的权利 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民 都对自己的形成和繁荣崛起 做出过贡献 既然美国有着这种传统 那么它作为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所在地 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如果它还像今天那样 继续参与世界上的每一个侵略行动 那么它对世界和平 美国的安全和稳定 都是一大威胁 美国必须回到1823年 詹姆斯门罗总统倡导的 门罗主义上来 其中声明 美国盖不干涉欧洲的问题 欧洲列强也不能干涉 美大洲新或独立国家的事物 美国必须将门罗主义加以隐身扩大 包括不干涉全世界的事物 欧洲有权成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政治实体 经济实体和军事实体 有权成为国际政治中心新的一级 俄罗斯既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列强 也作为一个新兴大国 必须放手让它出于自卫的目的 而发展其政治力量 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团结的欧洲 如果不跟遥远的美国联手 就可以作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 大西洋也可以作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欧洲应继续受惠于俄罗斯丰富的油气